今天來的這個對手 你們危險了 喔 今天的刺客來自 他曾經參加過的森林之王 獲得余澄慶 徐佳穎 徐若瑄一致的肯定 掌聲歡迎小猴子 礦澤東來挑戰 小猴子 瑞瑞姐好 豪哥好 憲哥好 各位老師大家好 為什麼會有一個 小猴子的綽號呢 小猴子是我在那個 其他比賽的那個 一個選了一個 代表性的動物 對 你怎麼選猴子呢 為什麼 因為我 從小到大很喜歡 孫悟空 齊連大聖這個角色 對 然後想說就是我 他取經之路 就是我追尋音樂之路 這樣子 哇 要過81個難關耶 對不對 是是是 你在馬來西亞 家裡是住馬來西亞的哪裡 儀寶的地方 儀寶 儀寶你應該去過對不對 對 那豆菜麵有夠好吃 滷麵也有夠好吃 有沒有帶來 有沒有帶來 沒有啦 不能帶來 不能帶來 那你來台灣多久了 應該第七年有了 來讀書嘛 對 這幾年都在參加比賽 這樣子 對 因為在馬來西亞長大的小孩 其實他們的 這個語言的天分 語言的能力 是展現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你會幾種 我會 馬來語會一點點 然後英文也會一點點 然後粵語會一點點 聽他說會這幾種語言 我替他擔心 他沒有講到Hokken 從小就是會聽 然後我不會講 對 我們要唱台語歌喔 對 對 今天你要唱什麼歌 上火烈瓜 小黃奇老子 為什麼會選這首 這首歌我想送給我媽媽 因為我從小不是很會表達 然後 我就趁這個機會 然後有這麼一個舞台 可以用一首歌來感謝他 對 就是 那你當初來台灣的時候 媽媽 爸爸有沒有在馬來西亞 送你去機場 他們是送我到一個 搭巴士的地方 我搭巴士在自己 然後在巴士站的時候 我媽媽就在那邊眼睛濕濕這樣子 捨不得啦 對 因為畢竟是出國 出外打拼 對 對不對 對 今天是要帶來這首 上火烈瓜 是要帶來這首歌 是要帶來這首歌 在那邊探望 都有 你不是在變化 咱幾著孤狼的生活 尊重那暗你沒住在樓下 你的枕頭已經打過高拔 聽就算的孝頑 一聲一聲你的命 彈想背影有算感 上親的人想我用嘴巴 彈想背影有算感 不知大風的山雅點在樓下 射給你的冠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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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 我心背燈營冠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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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一領一領 風雨過頭髒 看中的歌 看你的氣聲的應用跟你共鳴的位置 其實是有西洋音樂的這個色彩滿偏重的 那在唱台語歌來講相對 在台語的規靠上面會沒有辦法那麼好掌握 可是我覺得你也是找到了一個自己的特色 因為整體聽起來覺得誠懇感還是很夠的 所以你用你的技巧去做到在台語歌上面 有另外一種面貌 我覺得我很喜歡你的聲音 希望可以看到你更多在台語歌上面的表現 謝謝老師 折東 老師好 就是知道你的身分以後 在聽你唱這個歌 會有一種期待感 期待沒有那麼多我們熟悉 共同的熟悉框架裡面的另外一種表現 然後一開始唱歌就是 就是會讓我就是 我會試著不要看歌詞聽你唱歌 但是會聽到我的程度還是要看一下歌詞 就是咬字其實可以更好一點 這樣我們入你這個歌的氛圍就會更順暢 明白 就是這樣它們的歌詞